我们直接为各位大木老师开启上帝视角 我们马上开始第四局游戏狼王魔术师 只有魔术师 刚才狼队三票投了二一票投了九 三票投了二 二号玩家三票出局 机械守卫 第二天直接守女巫 来各位玩家请确认自己的身份底牌狼王守卫 狼王魔术师拿到守卫牌的玩家是魔术师 有没有做的亏 有亏吗 亏传一下 我们马上开始第四局狼王魔术师 来各位玩家请确认自己的身份底牌 五秒后天黑 五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 再亏了 注意听听法官指令 魔术师请争议 魔术师请行动 魔术师确认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狼人互认同伴 狼王请举手示意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睁眼 狼王请举手示意 狼王的号码为 请狼人上当战术决定击杀目标 窖下雨 手 Ronald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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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收到号码 我也老人请确认 老人确认请毕业 女巫警睁眼 女巫警睁眼 今夜 该号玩家被击杀 使用解药件也去手势 使用毒药件也去号码 女巫确认请毕业 猎人请征验 请确认的技能状态 猎人确认请毕业 预言家请征验 预言家请指认 这个少好人 这个少老人 他的身份是 预言家确认请毕业 所有玩家整理表情 3 2 1 天亮 现在是上井环节 想要竞选井长的玩家 请亮起面前红灯 本局游戏上井玩家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1号 12号 共有一名玩家在底下 10号 随即有5号玩家开始发言 6号玩家做好发言准备 好人 然后 我今天拿到牌的时候 我都呆滞掉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原家这把 然后我是好人 差没了 我过掉了 6号玩家请发言 你多发点言 我手机往上交了 那就放着吧 放着吧 一会儿 一会儿找不到狼的时候 我看看 我们已经因为一个手机没交 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哦 那怎么 那我 5号玩家是不是 你说了啥呀 没说啥呀 那你狼吧 这5号玩家 怎么上来不找狼 谁 谁做景象 10号玩家 就你一个 12号玩家铁狼呀 今天你跟我PK 好吧 前面看你就像了 今天一个人坐下面 啊 什么玩家跟我PK 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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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7打过没 没打过 你投精水了 这把你跟我打好吧 没了啊 过了过了 7号玩家请发言 嗯 我话不多说 我直接占免9号 我直接占免9号 9一定是渊源家 因为顶中 渊源家的那种气质扑面而来 好吧 扑面而来 然后 二号我先跟你说一下 你好好珍惜你今天在厂商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三个 刚才三个狼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投好人的背锅 他们感觉在投狼队的MVP 好吧 投的都是你 你刚才发言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好好 你好好那个珍惜一下在厂商的机会 好吧 这个初九之前肯定是要初我的 你听得明白 9号投十真的有点多啊 还是都是好像都是我的会员本司给他投的 你等会念ID哪个不是我的 你等会念念一个起来 好吧 你等会念念ID好吧 别的没什么 我直接占免9号了 好吧 其实9的 渊源家玩的真的不是很好 单编的话也是可以的 好吧 他不会玩这样 好吧 但是如果你们把他投了 不能投他 只能投我 因为你把他投了 他要骂人了 好吧 我等会留个遗言 还好 我直接占免9号 好吧 8号你多发两句言 你今天没玩几把 好好好 这一把好人真的不能再输了 这把我要火力全开了 我是好人 6跟10 你真很不要脸的 你知道吗 你要么就跟龙澳天互动 要么就跟10互动 人家10在井下 人家不能跟你PK 怎么PK 怎么跟你PK 他投票一票投资你 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了 我好人 过了 8号玩家请发言 CGJ老师 你在哪里 赶紧回来吧 这个8号位 我是做不了一点 好吗 真的做不了一点 压力太大了 上来接个洗头巾 第三把不会玩了 拿个守卫盘们在井下 7点我 我寻思 他点我有身份 他是狼 他不会这么点 他应该是好人 那我总归不能自首吧 我去 我就守了个平民 哎呦 我出去 我看完以后 不知道说点啥 这局游戏 后支位要去跟9对跳 那你只能打去 去打7-9双狼了 对吧 7号都这种发言了 7是好人 排9是预言家 7要是狼的话 7-9双狼 这是我能得到的 前支位盘出来的东西 其他的不知道了 好吧 井下再说 我底牌是好人 我这边过了 9号玩家请发言 我现在的井下是好人 他在看完前面 发言在里 他卖好像没电了 你看一眼 开没 有电了是吧 好继续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还是没声音 他们都要听你发言 他带的是9号的 哦好 等等他带的是2号的麦 还是9号的麦 9号的 9号的 有声音吗 有了吗 喂 OK 啊 井会留就留一个6号 然后 我暂时留一个8号 啊 6号说井下10号是狼 我肯定想要井会 所以10号是好人 就给我投一票 啊 然后留个8号 暂时留一下 8号说7号9号 肯定是两个狼 为什么7号不能是倒勾了 这听不懂 所以 再留一下8号啊 等一下你帮我改 这把你就选C 好吧 你绝对选C 然后 刚才上把那个2号 最帅的那个人 这这这 走掉了 这这没办法了呀 这比我帅的 肯定都不能在场上 后面的那个 听完你们 这这这 10号 11号 还有这个上把9号的发言 我 调了这个里面 咽了一个 这 你不知道你在笑什么呀 你 啊 就咽下6号 咽下8号 你帮我改一下啊 你选C一下 哦天 我相信你 好吧 就直接咽下这个 李字开头的李小龙 直接给你们CP咽掉 好吧 穿的衣服都差不多 夏威夷风格 夏威夷 啊 6号是好人 这这这 如果6号咽甩是好人 我都不知道 我带着两个夏威夷怎么输 好吧 啊 其他的 1号 记得刘景辉 好吧 暂时留 留8啊 你帮我改一下 我再过来 后面这这几个 这这这这 如果听到狼暴留下啊 我过来 呃 你把话举起来 谢谢 好 等一下再补两句要吧 嗯 好 那个 今天 万一我被投出去了 万一我被投出去了 你能把东西给你抬出来 给我抬出去 要不然我就坐在那里 看好人怎么赢 好吧 那个1号 靠你了好吧 我就过来啊 11号 11号玩家请发言 哦 边我觉得 站9没问题的 边站9肯定没问题 肯定肯定没有9号帅 肯定跟他比我帅的人走啊 然后我觉得 其实倒过了 其实倒过了 我对6次有可能就是两个 我先 我先 9号 我帮你那个猫住7号 啊 然后1号猫住6号 我觉得可以 别就没了 上一把反正是自己的问题 有点太菜了 我笔记上还记得一尺狼 结果投票投了票死 好 先站别一下9号 这景辉流也没太大问题 我顶上听六 听李斯老师发言 确实又 又很像狼 没什么问题啊 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 我是预言家 然后 火焰的二是狼 然后恭喜12号玩家 你们肯定赢了 然后 我 我随便发言啊 然后反正你们 呃 就是有的时候 默然回首呢 知道我是个预言家就行 我先告诉你 就是我说出来这句话呢 你们可以 在脑海中慢慢回响 因为 我无所谓的 我不着急 刘警惠流 他们肯定不会双报 所以我们就慢慢来 我为什么 验二号 因为二号上一盘 差一点把我弄走 他颈上高知 就点我是一个了 啊 当然了 我验二之前 不知道他是狼 然后 嗯 怎么弄呢 如果换成你们 你们怎么弄 我就 我就 七号 十一号顺眼 行不行 因为七号是高知卫 站边九号 十一说九 肯定是预言家 啊 我是预言家 所以我就七号 十一号顺眼 嗯 我想给掉一号 不是了 啊 我想给掉 因为我觉得九跟一的对话 肯定是想让一号玩家 站边一下九号 然后一号玩家 你你随意啊 我能理解 啊 我都能理解 各位 你们后制都站边九号 我也能理解 啊 没关系 但是我是预言家 然后这个声音呢 你们就细细品味 细细回响 啊 终于有一天 你们一定会知道 我底牌是个预言家 嗯 我想过七号玩家说的 九号玩家单边一下 但是我担心 不太好 对吧 嗯 所以我就出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 然后我是 我是预言家 我预言的二号玩家是茶茶 然后我就七号 十一号顺颜 啊 我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就今天要做 也是我先走嘛 对吧 表明身份 女巫牌 这二是饮水 这不是盖主 我想看他表情反馈 二是饮水 好了 好了 我想想啊 我这样 我高情商一点 我先站边九号玩家 我紧下 我在听一轮 我先至少得听完 我饮水的发言 对吧 我先听完 饮水的发言 我觉得十一号 好人啊 我觉得你好人 这把是好人 这样 我跟着你站边 我觉得七号玩家 狼人 不能是好人 然后六号玩家 也是狼人 就预言家不用管 就两个对跳的 就留着 我们先出六 再出七 好 过 出我也行啊 二号玩家 请发言 我刚才那把 确实有点碎 主要是 我是个平民 大家把我像尊佛一样 每个人都说 我好人好人 是我的问题 十二号 我上次不应该说 你是狼 我不应该说你是狼 然后我要保了半圈 然后他们都说 我好人好人 我找不到的呀 比如说 刚才把一号玩家 打死我 我就知道一号玩家 是好人了呀 我是狼人了呀 所以确实有点碎 我本来想好是 所以我就不谨慎保人 我也不谨慎站边 我谨慎站边 结果十二号玩家 确实跟我认识 一年又三载了吧 然后确实在对我好 上来给我发个茶 然后我本来想说 我里边是个平民 然后今天就把我出掉 然后晚上十二号玩家 吃个毒 结果一号玩家 蹦起来说 我是个饮水 那我就不能出去了 今天外楼 今天外楼 然后 我觉得六七不太是像两个狼 我真的没有觉得六七是两个狼 所以说十一说六七是两个狼的时候 我都没觉得十一一定一定是一个好人 能理解吧 因为六号玩家攻击的位置 加七号玩家攻击的位置 几乎把大半个桌子全攻击掉了 所以六七不能是两个狼 他们太嚣张了 他们是两个狼 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不是 所以 选一个外楼 然后他好像是狼枪找女巫 他看上去像是狼枪找女巫 好吧 然后 其实我开牌的时候想保一下似的 但是我不敢说出来 但是我现在说也说了 怎么办呢 忍不住 别的就没有了 警察我交给你 你不就是想要我身份吗 我现在交给你 但是我觉得你也不太能报 因为你既然发了我茶茶 找了女巫 你就是一定想开枪 对吧 你想开枪就外楼一下 好吧 然后 听一听几个声发言 然后后知味弄吧 然后 你说十一是好人 六七是两个 我觉得六七不能是两个 但是我没觉得十一一定是狼 但是这种发言 这种保人 我现在不是很干保 你知道吧 我不是很干保 反正我告诉你 六七十一当时会开 但是不太像两狼结构 好吧 这是我告诉你 听的东西 所以 假设四行玩家是个好人 我都不确定这个警徽 是不是一定会到 好吧 听一下三号玩家发言吧 然后五号玩家高之为发言 其实 是个X 然后他的好人面 就是二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他就退水了 好吧 然后我能给到你身份信息 就是我听到的朋友 就这些 我缓一缓 但警校的时候 说不定就缓过来了 就这样吧 我过来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只能说 你这些茶沙 弹心有点过差了 发言不是很好 这些茶沙发言 怎么那么差呢 你是银水 你有一个金刚附体 银水附体 你为什么发言 这么不好呢 而且晚上我看的时候 我是觉得 二人比较像狼的 银水也不定是好人 狼也可以 狼茶沙狼 都有可能 对吧 大狼也可以知道 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一是锦上发言 是女巫 然后十号玩家去锦下了 前三把都是好人 上井这把去锦下了 所以十号玩家 身份存疑吧 我其实比较想 加冰十二 因为我觉得二比较像狼 但是也 你们可以是狼茶沙狼嘛 对吧 你也可以是 大狼自导小狼 自导都可以 我头会头二 我感觉是这样 除非锦下 有三人发言 比如说锦下九根沙发言 更差了一点 再改嘛 锦上我觉得二 并不能 并不能爆水 茶沙发言 我觉得可以更爆水一点 我们过来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六是好人 三是好人 一号是牛 预言家 九号预言家 但我觉得九号 更像科学家 因为你说 验了一号精髓 你要验六号 因为他们衣服 皮肤是一样的 这是我平时 磕的东西啊 怎么预言家 也来磕这个 所以我觉得 你更像科学家 然后我觉得 二号是不是自导了啊 我觉得你发言 真的很差 因为我不知道 十二号在这边跳 给二号丢茶沙 是什么意思 就我如比如说 你看十二号出来走行 是他狼王开箱 茶沙饮水 想找女巫 对吧 但我觉得 也没必要 茶沙二号呀 我觉得狼出来 茶沙以后 就为了找一个女巫吗 这么直接 二号发言 你说他要外揉 就我觉得 你看二号就是 就我从人性上分析 二号上白 对吧 上白他也没搞对 然后他把他觉得 我看买比较好人 他接了一个 汉茶狼茶沙 一号是女巫 他说一定要外揉 六七十一 他没分心怎么外揉呢 就比如说 你看我如果我想外面投 我让十二号赤足 我必须有一个投的目标 比如说我说二号 我觉得二号发言不过关 但我预言家选九号 我就投二号 独十二号 就是我有一个 能投的外揉对象 我觉得二号没有这个外揉对象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 怎样发出来这个语言 你知道吧 然后我觉得就比如说 我是狼 我肯定不会优先于去查杀 查杀二号 懂吧 就是比如说 因为我查杀你 万一你是个 就是你是个好人呢 你就等于说我们有可能 扛推位压缩空间会变小 就等于我们得找其他人去扛推 就我觉得 位置会变少 所以你发言我没排水 然后如果我觉得你是自刀的话呢 我严重怀疑是七号安排的 不然他为什么自刀呢 这十二号查杀 我就踩你们二号 七号十二号三个狼 我先踩你们三个 先踩着完 反正我觉得六号不是狼 三号不是狼 语言家我选九号 我觉得一号是精选女巫 十号带景象 六号踩十号 可以踩一下十号吧 踩着玩一下嘛 看下十号反应好 看下十号 我觉得十号是狼 也只能投给九号嘛 对吧 其他还要发什么样 下没什么也好发 景象再发吧 反正九号说投学投学呗 反正我认为九号是语言家 就这样过来 你是退水了吗 景象发言结束 退水自爆环节 五四三二一 仍在景象玩家七号 九号十一号十二号 请景象玩家待亏 做好投票准备 请从九号十一号十二中 选出本局游戏警长 三二一请出票 十号投票给九号 九号玩家当选警长 其他玩家请到蓝灯 昨夜偏夜 警长进去的警左或警右 八号或十号 八号玩家去发言 我觉得一 景象听发言 是我能定义下来好人排 我觉得一三八 三张好人排 三排那个逻辑 我觉得在我这个视角 听起来也算是这样的 你二号的表水 你接了一张茶叉 我觉得你表水 你有一张饮水加深 你的表水在我这 我要给你评个分 我都觉得不及格 还是这个样子的好吗 再去听你一轮发言吧 六号牌警上打张十 十投票给九楼 就听一下吧 不行我跟着女巫站边吧 我也开始摆烂了好吗 自己站不对 我跟着女巫站边 女巫牌已经跳出来了嘛 对吧 我再去听听二号牌的发言 真的我对你警上的发言 我认不下来 你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排 没有办法去定义你是好人 就没办法站对边 我底牌是好人 我觉得一三八 三张好人牌 目前我能找到的三张好人牌是三张 其他的不知道 再听一轮发言吧 过了 七号牌警发言 因为龙澳天要赌我 我就跳我魔术师啊 你就赌我 我只要活着 我也不跟你爸爸了 但是我希望你这把能带我赢 因为你把我身份炸出来了 因为你说你要赌我 然后我希望你能带我赢 你说什么 先出六再出七 六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魔术师 我就跳了 那你晚上就赌我嘛 然后我自己换 好吧 然后希望你这把能能够带我赢吧 因为你井上就跳女巫 真的很自信 真的有一点超级那种小龙的味道 你小龙的味道都来了 好吧 希望你能够搞对吧 因为你肯定 我肯定要跳 因为那猎人就不用跳了嘛 对吧 因为如果后面谁跳猎人 肯定是狼 对吧 因为你没搞清楚 你跳猎人 你肯定是狼 我觉得二十二是狼杀杀狼吧 应该是这个情况 那就跟着九龟嘛 十是狼 他也只能是十二的队友 对吧 因为井上都说 你看井上啊 我不知道三的是什么 你怎么保的三啊 四号 三怎么做好人 三说二一定是狼 他说他要站边的十二呀 他今天三号要投二的呀 对吧 我们这边都是先找冤家 对吧 因为你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冤家 二的发言 二是狼 是好人 那二是好人 九一定是冤家 二是狼 你能说十二 因为十二 他本体发言不像呀 对不对 十二说 十二说七和几 验啊 七和十一验一下 两个不差别你的 你验一下 这肯定是不对的呀 那听发言呀 你们 你们可以说二发言 像狼呀 因为 二确实发言不好呀 我又搞不懂他为什么 那么 那么 话 问题又来了 你们为什么要把刚才那个二号投走呢 对吧 是你们让他过来玩的 你们又说他发言不好 刚才那个二号如果接查杀 他发言很好的呀 他士郎 他发言也很好呀 搞不懂呀 然后我是魔术师 那你就必须赌我了呀 因为你把我身份诈出来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六七仇恨值那么大呀 你顶上听的狼一个不听 灵宫跳的女巫 说什么 先出六再读七 先出七再读六 干嘛 拆牌啊 笑什么啊 说到龙浪天存在你心了 你真的以为你们是CP啊 我说龙浪天你笑什么 别的就没有什么 因为你晚上 因为读我 你要自证的 知道吧 我只要活着 我就是魔术师了 对吧 然后我第二天 我说出谁就出谁了 三万一 三十秒 九把狼枪归了 那我喷你啊 我也做个论议在这边 我看我喷你啊 对吧 晚上今天 酒肯定是冤架 就跟着酒归 然后晚上你赌我 我自证 好吧 然后 不怪你 如果赌死了 我自己什么狼自刀 把我弄死了 你赌我一定死一个狼 白天起来 如果他归走了 他把我带了 我留一言 我会告诉你读谁的 好吧 不会让你读错的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听九号玩家规票 我魔术师了 过来 六号玩家请发言 不你凭什么跳身份了 你魔术师 网上自己管自己换 他读你自己管自己换 你凭什么跳身份 你跳了我怎么活 罗老天他搞不明白 他想的是六七 当中一定要有个 老大就来赌我了 我不是死了 我又不敢跳 怎么办罗老天 我好人啊 我求求你了 初次见面 我好人 我好人 我打实了 他投给你了 我打他 他也投给你 你看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警惠流流得这么好 你要验我 把我留在警惠流里面 可不可以 验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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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他就不能读我了 对不对 我世王 我第二天也自报的 对不对 好不好 那个 我还觉得十号玩家 世王 我关你投给谁呢 我就觉得十号 十号玩家 我觉得你发言挺好 但心态不对 你底牌如果是个预言家 这把你对抗的就是一个 对吧 不管从哪个方面 你都是那个 需要扛起大气的那个人 你不会说 说那些 那些丧气话 对不对 所以你是 你心态上很难做预言家 那我觉得九号玩家 你就有点作作 什么九发玩家 你后面一个不听 你就退水了 不是你退水会收到嘉年华吗 我不懂啊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行为是什么意思 好吧 老天晚上嘉年华肯定有了 对吧 但是你读我就不一定了 好吧 对吧 验你已经是对你 非常的肯定了 好吧 别的没什么狼啊 你别看着我救不活你啊 我怎么救你啊 你如果是个好人 那你想想自己的问题呗 他给你爆材杀 你是饮水 发完一圈都过来 全说狼杀杀狼 那你们这个格子 打的是什么什么问题 那肯定坏在你这里了 二号玩家对吧 他可以是个狼枪起枪 那二号玩家 你没有发现肯定出问题 对吧 我们假设二十二十两个狼 剩下狼我也找不到 大家都都 每个人都干了 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好吧 我就跟女巫求个人 我是个好人 别来读我 我估计啊 最后的局面是 一号玩家 今天说不知道 我们把十二投了 十二把七打了 应该是这个局面 我觉得二 二你们也不敢投 我是这样觉得的 哎呦 那九号玩家压力蛮大的 蛮大的 没关系 不行就投十二 他打肯定打他 好吧 让他去 让他出去 让他出去 没事 人影呢 三十秒 五号玩家请发言 什么意思啊 李斯老师 我护上好人王 听完九号玩家发言 我就觉得酒一定是冤家 我直接退水 怎么了 我护上好人王 直接听独立预言家发言 听出来了 怎么了 质疑我 偷死你 你看 不是 我给你讲 是这样的 这个人就不安好心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局面 今天这个局面是这样的 我是好人 他不是说什么 第二天他是狼 他自爆 第二天我是狼 我也自爆 我就跟你在这应 然后是这样的 我们第一天 我们今天呢 把男的都投出去 我们就留小姑娘在场上 行不行 你就看这几个男的 谁最丑 我们先投谁 就 就我们看今天谁不好看 我们就先投谁 什么意思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其实我觉得你们打二号玩家 打得有点过分了 我们又觉得二很像狼 因为是这样的 你看啊 那个 如果十二和二是狼 叉叉叉狼 因为现在大家都盘的 十二号玩家是狼枪 对吧 那二既然是个小狼 是要做身份的小狼 然后十二号玩家干嘛 要把二拉到轮次焦点上呢 就是十二一旦 把二拉入视野的那一刻起 二号玩家视野 就会曝光在大家面前 他比如他是个饮水的时候 他可能还是个好人 但是他接着茶沙 你们就会盘 他是不是狼叉叉狼 做身份 所以我觉得二亲 是有好人面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可能跟风后面 打二十二是狼叉叉狼的人里 有跟风的狼 说你呢 跟风的狼 今天先投你 没有说你 没有说你丑的意思啊 就说我在 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 郑木鱼老师 我的意思是 我们先找狼 找不到狼的时候 我们再把丑的人 再投出去 我现在先找狼 你是找狼 找狼 好 我过点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那你验下我吧 我要是狼 明天我也自爆了 可以吗 他说我 他要弄我了 他弄我紧张站面 你他还弄我 你验下我 我算了 我明天也喝饱了 我也活不了 对不对 我跟一号说 这七号单边魔术师呢 也别读 七号单边魔术师 总不能读他 对吧 七号是高之为跳的魔术师 你比如说 待会没人跟他对跳 就如果有人对跳 你可以 你分不清 你可以读他 如果是单边 就没必要投他 就没必要读他 你懂吧 我觉得十二号这么 就是这个情况 都这么个情况了 这十二号还要出来跳 而且我确实话 就十二 出来走个流程 肯定是狼王 你知道吧 我觉得十二号肯定是狼王 所以我是觉得外面投了 你看二号那都是平民 就我要十二号呢 我一直就是把我自己给投了 就是让十二号吃个度 也没什么呀 十二号说要外露 也没找到外露对象 就比如说 我如果是坐在二号位置 现在你看景上发过眼了 我要是你呢 我听完三号发言 肯定外露都是三号 因为三号 还要站面十二号 对不对 像我们不管说狼叉叉狼 还是干嘛的 站面的都是九号 他要站面十二号 所以你的外露对象只能是 他就二号三号PK吧 也别搞了 然后主要是我觉得八号不是狼 你看正常情况就觉得 我还是想踩十号呀 为什么我想踩十号呢 我是觉得你看啊 五号六号里面有一个狼 对吧 我觉得十二号 那个十二号是汗跳 两个狼 然后二号三号里面有一个狼 我觉得八号十一号不是狼 十号都在那边就是狼呀 不然少一个狼呀 对吧 所以那个很想踩十号呀 十号投给九号 我也想踩你 没有办法了 一号贵个票吧 一号 预言家把得人交给你 你是牛 反正我跟你说 投十二号十二号包开枪 开枪 开枪要么就打预言家 要么打磨 我觉得大概率打 打预言家吧 有可能都不一定打磨 是不是 这样呢 就不是很精彩 我觉得你外面投一个 你稳定度狼王比较精彩 因为这个包包狼王 他都出来查查饮水来 还不是狼王 就这样吧 别偷我 我是好人 你不放不幸 可以让预言家怨我 可以吧 其他还要发什么 没什么 就这样过来 三号玩家请发言 怎么可能是二三呢 在你视角 你觉得十是那个 二三开一个 五六开一个 然后就十二开一个 你说十是狼 你肯定楼十是不舍得楼十啊 但你都说了十 坐那儿就是狼 然后你说二三里头 不能啊 然后我是觉得 四五六里面肯定要开狼的 我觉得四五六不可能是三个好人 肯定要开狼的 他在这时伤 为什么不楼十很奇怪 然后呢 景商我听 我觉得二二没有爆水 银水也没有爆水 因为以至七现在是单边魔术 是我是可以占边九的 景商我只是 因为太简短了 而且七当时 我没有觉得一定很像好人 所以呢我是觉得二十郎的情况下 十二是可能狼或者狼叉叉的 我排了两种 不是说只排一种 然后景商的话 我觉得四五六这个位置会要开狼 然后 一跟七都是单边的身份 我自己底牌是好人 二 买像一个做坑营水匪的 是有可能的 我站边九号 就是听九号回票 如果九要投十二 那就投十二 九要投外置为的 我也跟着投 反正不能投我 我是好人 嗯 十是要进视角了 你要他们三个都说了嘛 四郎第二天自报 你就不要验了 你就把十号验了 你看他们三个 明天谁报嘛 你就把十号验了 对吧 因为是明天这里 举手指了两个 同时举手 都有可能的 我觉得验十比较好 因为警察就一个人嘛 而且他投给你 也可能是倒钩 反正一和九订个票嘛 到底是怎么投 二十二 还是外界投十 或者都可以 反正我底牌是好人 我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警商只是陷入在 上一把那个情绪里 有点出不来嘛 但是你们现在自己反过来 听听我顶上排的东西 十一号玩家高智慧 站边的是九号 打的是六号 七号是两个狼 然后你说的是出六 独七 把六七全都弄干净 我说独立听发言 我觉得六七 不可能是两个狼 现在七号玩家 现在是个单边魔术师 六七是不是不是两个狼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语调 放到这个分贝上面 他才 我才能是个抱水好人 对吗 我同时没有觉得 十一号玩家 一定是一个狼 因为十一号玩家说 六七是两个狼 就是假设六七当中 是两个好人 十一号玩家会起飞 你知道吗 所以我当时没有觉得 十一号玩家很像一个狼 然后你说 我觉得你不太像狼的原因 是因为你说你站边十二 因为一号玩家 跳了一个女巫 你任意是个女巫 我是一个音水 你还要站边十二 我觉得你是个狼 胆子太大了 你知道吗 所以四号玩家说 三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二号玩家是一个狼 叉叉狼的时候 四号玩家就已经很像一个狼了 然后景夏他的发言是 今天的轮次 没有什么别的轮次好大了 就是二号三号PK 他景夏说你一定是好人 他认的好人是一号三号 景夏怎么可能有二三 PK这种发言 然后当四号玩家 觉得十号玩家底牌 是一个狼的时候 六号玩家底牌 就不是一个狼呀 他除非盘六号玩家 十号玩家是 景夏做身份的两个狼 他没有盘六十 是做身份的两个狼 六七就变成两个好人 他觉得十是个狼 外之位的狼是谁呢 九十一个预言家 他把我塞进去 他就二三当中只能出一个 他不是不把自己塞进去 他必须就狼坑不够吗 所以轮次定了呀 就出四呀 找不到PK对象 找不到外楼对象 我告诉你 我楼四 那OK了吧 现在他告诉你 他底牌明积明以下 否则他一定不能吃咽 能理解吗 你穿我衣服 你狼人 我平民 你跳平民 你穿我衣服 你狼人 然后我觉得五好人呀 我觉得你也不是很像狼 所以十一是不是从一进视角 我在听一轮十一的发言 你现在是一个女巫 十号玩家的被动肥面 就是你看 不管好人狼人 都敢踩十号玩家一脚 十号玩家上篇给九 继续踩 又不管的 我现在是好人了吗 我现在想好人了吗 我只觉得这个麦 音量蛮大的 没必要分得很响 我只是刚刚井上 但是我盘的东西 你们井下再想一想 我到底盘的东西 是不是错的 我没有盘错吧 我说六七发言 就不太像两个老 能理解吗 至于七号玩家发言 我也不是很听得懂 他说我现在是个 我现在是女巫 你就独我 你能换谁了 你觉得十二是老 你只能七十二换 结果他们能换谁 他们只能换十二把你弄死 是这个道理吧 你说今天就堵我 我来自证身份 反正今天外漏 十二是个狼枪 结果你说 我就换换换换换 换完以后 你能换谁了 你无非七十二换 除非你再换点一个小狼 明天我们还是要投十二 投完十二 他还是要开枪 所以五号玩家 打你了点一点的毛病 然后露四 能听得懂我是好人了吗 你别这么一脸 懵的看着我呀 我发现你好像 只有狼的时候 把我包的特别坚决 我刚刚坐那个位置 你隔着三台摄像机 保着我 结果我 你去保保时 你别来保我呀 我救命啊 好啊 然后就这样 我出四 你是坑窝里的废徒 然后就这样 你有什么高见你说 好吧 身份也交给你了 然后OK了吧 OK就这样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不太OK 我琢磨着你拿个好人 可迷茫了 你怎么 你怎么这把 呱呱呱呱呱呱呱 我得拐罗点四郎 我听完你 预言家都不用验人了 狼全被你点完了 所以你只能是狼人啊 怎么做好人 不是四号 他打你狼的 他要出你的 我说他是狼人 你什么反应 你俩双狼 对不对吗 二号要定出 四号的 要出四的 我说二号是狼人 你 几个认算 九号玩家 咱们验一下五号 为什么呢 五号比我厉害 我是那个 就大家夸出来的 不是真实的 那个五号找狼 他是真实的 而且他拿个狼人 不一定找得到 那你去吧 那边放电话了 那算了 我继续聊啊 验一下五号玩家 他拿狼呢 不一定咱们能找得到 他拿个好人的 那小警惠给他一飞 让他 啊你 狼人 你好人 我们出 嗯 就 对吧 这个警惠留留的怎么样 九号玩家 非常好 对 今天出谁 那肯定你来的呀 对不对 是这样的 12号 我们打个商量 万一 不信 你是一张狼王牌 你只能带走一号玩家 为什么 一号独不对人的 你你把我留在场上 就我就是稀碎的 那个淡幕老师们 还得喷我 好吧 那万一有幸你 没有开枪 或者你是个语言家 那么 再看啊 就这样 我这边过了 九号玩家 你自己归个票 我归不了 过 12号玩家请发言 啊 然后因为 11跟10还没发言 我就在这先截掉一下 给我目前能给的视角 然后排除 80魔术师的选项 我自己认为狼 12号 5号 9号 10号 啊 我自己觉得是这几个位置 因为你看 呃 7号都愿意说一句 2跟12是狼 XX狼 2号玩家 是我验出来的狼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外置没有魔术师 7号可以是那个魔术师 啊 然后5号 连2都要保下来 我觉得5号铁狼 啊 我觉得5号铁狼 他连2都想保 他不行 对 这肯定不行 太贪心了呀 呃 所以我觉得5号铁狼 嗯 10号你是上匪票的吗 呃 然后前置 因为2号要歪楼 4号 3号警商是一次战免我的 然后1号是女 所以目前给的视角就这些 6攻击了10 10是上的匪票 所以呃 目前就先给这几个位置 2号 5号 9号 10号 外置有容错再说 然后我如果侥幸能活 那我晚上偷偷自己验 然后我们投一下2号 嗯 2号跟12号 不是狼 茶沙狼 5号玩家其实阐述给你们听了 啊 比如说我是一个狼 2号是一个狼 2号晚上自杀 我再给他发茶杀 找女巫 我为了开这一枪 肯定是不是很合理 比如说2是一个狼王 他肯定要跳身份 而且他是饮水 我觉得 我觉得比较 今天好像比较偏向是 呃 那个龙女士的套餐啊 2号玩家是个自刀狼 然后正好被我验出来了 呃 可以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 嗯 不着急 然后 我验2号 其实心路历程跟你们说过了 因为 呃 上一盘 他在高智点我是狼 然后我在 我还特意说了 我说我在验他之前 我不知道他是狼 呃 我就想了验谁 我就把2号验掉了 嗯 我跟6 我回答下6号的问题 我不是上气啊 我自己是觉得呢 我自己是预言家 我跟大家说一声就可以了 然后呢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内心的站边嘛 呃 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 呃 我不知道跟我投二的有几个人啊 我自己觉得可能 比如说5号不会投 4号肯定会投 对吧 3号你也听20狼 比如说3号4号 6号7号8号 呃 这里是5票 我自己是1票 是6票 1号玩家 你如果听20个狼 你可以帮我投一下2号 我井上就给出了9号 在洗你头的视角 10号11号 如果你们有一个好人 你可以听过我的发言 觉得2是不是一个狼 2井下的表水就是在重复 你看 我井上打对了吧 我说67不可能是两个狼 所以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不是狼 这肯定不是的 对吧 他井上的是 首先他是狼 他谁都知道 啊 然后他井上的视角 跟井下的视角 没有任何的更新 以及转变 前置有那么多站边 以及不站边 或者 其实大家都偏向站边9号 2号是不可能给出 这种逻辑视角的 而且5号前置砸了4号 2号接5号的迈去 砸的是4号 所以我觉得4号不是狼 如果是做身份的狼 我没找到 我没找到 目前我自己是愿家 我给的视角 就是2号 5号 9号 10号 排除 8011里面有魔术师的选项 如果有的话 7号是那个狼 好吧 其他就没了 然后我会投2号 然后龙女士 我是个愿家 我就过了 游戏谈停 导播耳机里跟我说游戏谈停 导播说游戏谈停可以聊天 但是不要说游戏内的内容就好 好 导播镜头给一下9号玩家 9号玩家卸一下头时 9号玩家卸一下头时 把镜头给一下9号玩家 有声音吗 哦 卸一下这个胖虎妹妹 拉 拉劳 寒门叔叔啊 嘟嘟 应小运 小轩 然后 飞行骑低 高手南戏 李家月 金洛 多多 随风 爱田时的兔兔 绿童童 河壁 蓝树 然后 王半田 然后这个 这个是 吴是谁 没留名字是吧 然后多多 谦选 随风三次 金洛 杨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弹幕老师 给我们9号玩家 5Q的头时 可以 各位弹幕老师 喜欢场上5Q的 可以在 官博 金城大师赛 找到 护上小埋副扫码 为9号玩家 5Q进行 头时鼓励 各位弹幕老师 欢迎收看 今天的 护上小师赛 本节目是由 狼人杀 经典APP 冠名赞助播出 狼人杀 经典版 经典狼人杀 回归 开启一场 谎言与推理的对抗 花式板子 快速配对 时时语音 和天南地北玩家 狂飙演技 轻松交友 浪漫互动 和明星大腕一起玩 同时感谢 各位弹幕老师 关注我们的 金城大师赛 护上小师赛 和护上宝宝赛 金城大师赛的 播出时间 是在每周二 至周五的晚上 7点30分 在JY代式的直播间 互上小师赛的 播出时间 是在每周六 周日 周一的晚上 7点30分 在互上小师赛 的直播间 互上宝宝赛 的播出时间 是在每周三 周四 周五的下午 两点 在互上小师赛 的直播间 各位弹幕老师 喜欢我们场上 12位嘉宾的 可以在我们的 关博金城大师赛 找到互上小卖部 扫码 为场上嘉宾 进行投石鼓励 投石第一名的玩家 可以有机会 跟我们7号王哥 一起去到北京 参加金城大师赛 所以各位弹幕老师 想看我们场上嘉宾 去北京 参加金城大师赛的 可以某某在关博 找到我们的 同时投石通道 为场上嘉宾 进行投石鼓励 各位弹幕老师 想知道我们 每天有哪些比赛的 可以在我们的 关博金城大师赛 置顶找到 小金一周行程 里面有每一周的 比赛安排 有我们 护上小时赛 护上宝宝赛 金城大师赛 还有 诅咒老师 创办的金师公开赛 以及我们的高校联赛 等等各种大小的比赛 各位弹幕老师 可以在 可以在我们观博 找到内容 并且 有喜欢的比赛 可以直接进行观看 我们稍微再等一下 各位弹幕老师 喜欢我们厂商嘉宾 想和我们厂商嘉宾 一起玩狼人杀的 可以在各大APP 应用商店搜索 狼人杀经典APP 就是这款 这个图标的狼人杀 狼人杀APP 下载下来 就可以在我们厂商 玩家直播的时候 有机会跟他们一起玩 水油网杀局 可以跟他们一起 一起玩游戏 好 那我们有请2号玩家发言 11号玩家请发言 其实站边呢 肯定是独立听发言 是站不了里边 倒不是说5Q什么发言什么 因为景下 比如说 我虽然是开玩笑的 我说5Q可以是冤家 对吧 9号可以是冤家 然后7号是倒沟 然后景会流 怎么可能71 同时进景会流呢 说你景会流 一出来71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肯定没站错 对吧 然后景下呢 你说10是定郎 然后最后 你聊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说10和11里面 那个好人 请回下头 那到底在你视角里 就只有我是那个好人 所以你是警察 警察 其实发言是聊暴的 所以不站边 你其实跟那个 没什么太大关系 然后你反正 肯定是能活的嘛 晚上你肯定也验不了人 但是你晚上可以带带刀 我就在想 出谁 这个呢 我给你个建议 他们很快 他们没给你建议 我给你建议 我觉得你在 三四 三四六十里面去验 比如说10号玩家 他们现在全部都打你视狼 对吧 两边都打你视狼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 底牌 反正你就在三四六十里面 去验 然后去 找一个 你觉得更像狼的 去推一下 如果真的搞不清楚呢 反正我底牌是平民 我是可以抗一推 然后晚上把 十二读掉 可以抗一推 这个是狼家正常打法嘛 如果说真的 真的那个 因为这样是 好人轮丝是一定领先的 然后一号玩家 就是因为你没有跟七号玩家 聊任何配合的东西 我是不知道你会不会读 这个二 但反正如果你没有配合 你就千万别去读这个 别读七 因为七是魔术师嘛 他自己去操作 对吧 不然你 不然你就没有打过上来 你读七七 没有自己换自己 就可能导致好人 轮次力落后 然后至于你要不要读 爱 就你自己看 我是没觉得爱像狼 逻辑其实聊过了 然后我是前周围 我觉得比较向狼的是四号 因为你还在盘爱三 可能开一个 我是觉得三四可以开一个 爱三里面开不了一个 在你市场里面三是定狼 好吧 所以你当盘爱三 是开一个的时候 我觉得你自己得击看 别的就没了 我就把舞台留给十号玩家了 那得好好飙水了 过来 十号玩家请发言 投票肯定是投给旧嘛 因为请上除了三号 能发言的都是说九号是冤家对吧 然后这又是个狼枪的板子 所以狼人好人都说九是冤家 那九不就是冤家吗 所以应该是 应该是战变九 然后七应该就是魔术师嘛 然后所以也没站错 但是我没觉得打我的三一定是狼 因为三是锦上唯一 就是 但要看十二是不是 要是不是狼枪嘛 如果二是好人 十二就 向钢枪 如果二十二是狼材 骰骰 那么二有可能是狼枪 对吧 因为因为十二这位子起跳嘛 给二发的是差 二是饮水 但是我也不知道 再你自己拍拍吧 但是如果十二是狼枪 三就不一定是 狼呀 因为三是锦上 唯一一个说要 占遍十二 格式上不是很像 但是四六 六锦下还要打我 就肯定是狼呀 我是好人 因为你们站边九十一员家 我就只能是好人 不然我为什么投票给九十 刚刚我就冲给十二就好了呀 女巫都出来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倒戈 没有倒戈的必要 没有倒戈的意义呀 因为我是唯一一张景下拍 大家景下就是看大家都上景 本来是想上景的 然后你打我的肯定是有好人嘛 就因为打我的人实在太多 打我肯定有好人对吧 你们自己好人不在景下投票 然后我一个人在景下 投给你们心目当中 议员家都该打我的 那PK就PK啊 我跟你说PK 我觉得你是刚刚 因为你景上可以打 我景下我投票给九 你还打我是刚刚 都没听我更新发言 对吧 但是四这位置我就不知道 因为用二去打个四嘛 用二四 我现在没定二 到底是不是刚刚叉叉刚 因为四景上说 可以可以验验我 可以给我点弹性对吧 然后景下我投给九 你站边九 那景下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就一下转变视角 我一定是个狼 六就为什么 六打我十是个狼 六就是好人 都没有给我鸡啊 然后十一应该是好人吧 然后就 就反正我底牌是个好人啊 然后我就给我点 应该就差不多吧 九号 你再请发言 小龙啊 可能不会给你太大压力啊 我外露一个好吧 你就赌一下十二号 李斯老师看我干什么 李斯老师有点心虚是吧 不是你露你问题也不大呀 你说可以验你 你没身份嘛 对吧 你顶多是个平民呀 可能可能很想在四号六号里面投一下 我验下四号 小龙你这个发言发得太好了 好吧 你下次验出来你是精髓 你就直接说你是什么身份 然后发言就过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我就安排一下 你赌下十二号 这弹幕老师我也不知道节奏这么大 是因为我发言太公体了吗 这发言发得太好了呀 那投错一个 有问题不大吧 李斯老师可以吧 OK的吧 那就投一下六号 我验下四号了呀 留两个吧 好像八号都没人聊了呀 八号四号人吧 四号就四号五号验下吧 这小龙给我留了第二景会 得尊重一下好吧 尊重一下 就四号五号验一下 然后就把六号投了呀 投你你是平民有问题不大吗 或者十一是好人 我没觉得十是狼 所以还在打十号 就把你投了算了 你是狼 早点下班呗 好吧 那就读一下 读一下那个十二号 OK吧 读一下十二号 然后就就投下六号了 投六读十二 然后我就 四号五号验一下 那投六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验你起来 第二天就自暴了 这话说的 说的太顺耳了呀 我都找不到人投 你知道吧 那就投下六号 投六号 然后读一下 读十二 快六号 好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请代亏 做好投票准备 不要提前试票 警长归票六号 来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投票给二号 等一下 稍等 一号投票给二号 二号投票给六号 三号投票给四号 四号投票给三号 五号投票给六号 六号投票给二号吗 二号 七号投票给二号 八号投票给七号 九号投票给六号 十号投票给六号 十一号投票给六号 十二号投票给二号 投票结束 六号玩家 五点五票出局 请发表一言 除了九号玩家 还有哪几个 我付 那个二 二五 二五十十一 是吧 二五十十一 那你们四郎裸作了 哦不对 还有个十二 二五十十一 谁被四加一了 你啊 四十号玩家吧 只有你了呀 五猎人呀 一会儿帮你们把二带了 哦 晚上女巫把十二读了 好吧 那 你在妈妈的海 他跳了某种诗 那边跳了个女巫 我是个猎人 所以我一直跟他说 我说 我说 那我就不跳了吧 我就不跳了吧 因为我怕他 怕他觉得七十好人 我就只能是狼 那我想我跳起来 变四神裸作了 万一今天归了十二 万一是个狼腔 怎么办 是吧 狼腔一打 把魔术一打 我狼没找气啊 我狼当时 当时是没找气啊 好吧 二号玩家 我觉得你就是狼呀 你发言 你发言说什么 今天起来说要归四啊 那你 那你对着九说呀 你对着谁说 你对着女巫说 有什么用啊 你心中的预言家 是九号玩家呀 对吧 你说今天立起来归个四 那个 我觉得我发言 没什么问题 那K神 你这个不能 不能投措吧 我一会儿猎人打二 你们不能说我是狼吧 单变魔术师 跟我一起投的二 你们也不能说 我把二打了 你们说十二是原家 把九毒了吧 龙奥天女士 我很害怕 就因为你把我一会儿 当个狼枪 我跟你有点说不明白 我是个猎人呀 我是个猎人 真的是个猎人 好吧 别的没什么 那就二二五十一十二 好吧 十号玩家 那我打错你了嘛 打错你了 不要反应那么大嘛 但我先打的你 我先动的手 是我的问题 好吧 别的别的没什么好说的呀 应该就这四个狼吧 三号玩家也不像了 三号玩家起来就说 狼叉叉狼 他们好不容易狼叉叉狼 你第一个就盘出来了 然后你是那个盗狗狼 三也不像呀 二井上要归的四呀 也不像 十一号玩家是什么 雷锋 不知道 十一号玩家是 是什么狼 说今天可以归我啊 你说 你自己发言 你说实在分不清 今天来投你啊 然后说什么 三四六十 你随便验一个 那你说外之卫 你倒把外之卫 那个low的人说出来 low你 你是平民 外之卫验几个 狼第二个狼找不到 来low你 所以十一号玩家的发言 我也听不懂呀 好吧 就是轮次肯定是不落后的嘛 除非二出去再开枪 那我就瞒着 他小狼叉叉大狼 三十秒 大狼知道 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二再开枪 那真的轮次落后了 好吧 别的 别的 别的没了呀 真的没了呀 一言结束 六号玩家一言发表结束 是否发动技能 五 四 可以发动技能 六号玩家发动技能 带走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请发表一言 李斯老师有没有看到 八号玩家投的七号啊 有没有看到七号玩家 投的二号啊 你肯定没看到对吧 否则你也不会说 七号玩家是单边魔术师了 对吧 然后八号玩家 别换十二 别换十二 把自己跟一张 你决认为的狼坑排换 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是谁 然后明天晚上 明天早上七号玩家排推 因为八头的七 八不可以是一个狼 单票飞七没有意义 能理解吗 所以七号玩家底牌是一个狼 八号玩家底牌是一个魔术师 所以好像三四得是两个狼 给了三五线的容忍度 三号玩家还投我 有格局了吗 八跟七号的魔术师能分清楚了吗 看到七的票行了吗 七号玩家投的是二号 但八号你必须得换 你不换一定死 能理解吧 然后除非你说你命不要了 去保一下九号 只能是两种换法 你去跟狼搏刀 要么是换九 要么换八 但是不能八九糊滑 没有意义的 懂吗 然后十二号玩家射读 明天七号玩家起来白推 然后我不知道 一号玩家说我什么 拿个好人 我上一把有没有第一圈 先保了半圈 我点了十二 有点吃不消 我不看票行 随便吧 就这样吧 拜拜 二号玩家一言发表结束 是否发动技能 五四三 二一 二号玩家请灭灯 取卖了一场 天黑请闭 注意听听法官指令 注意听听法官指令 魔术师请征业 魔术师请行动 魔术师确认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选择击杀的目标 动向时间把繁星室 总算留给一天 oh baby 现在我们都忘记过去 把记忆点都不杀实过虑 就被我再次仔细 以为谁的笑声 但情恒理所当然不在乎谁操守 我从来都不会介意 你说的规短 你说不想伤害 其实没那么回答到 我总是被这些问题给缠住 慢慢的想要克服它 变成一种半度 感谢你这种 总不在义我的难处 做时变得似 整个狠狠狠狠狠狠狠 吐蜡蜡嘴 并不是因为就有多点 享受这距离 不知如何发生 每个雷都 你敢想到我背 问我只吸引你 累了 身体里更冷 hub so baby hub good night 安静的睡 叫 so baby hub good night 你人都被 笑 so baby hub good night hub good night so baby hub good night so baby 法官收到号码为男人请确认 狼人确认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今夜该好玩家被击杀 使用节要听得起手势 使用度要听得起号码 女巫确认请闭眼 恋人请睁眼 请确认你的技能状态 恋人确认请闭眼 渔原家请睁眼 渔原家请指认 这个是好人 这个是狼人 他的身份是 渔原家确认请闭眼 所有玩家准备表情 三二一天亮 昨夜12号玩家倒排 没有遗言 使用发动技能 5 4 3 2 1 12号玩家请灭灯 取卖一场 警长听选的死左或死右 1号或11号玩家发言 11号玩家请发言 嗯 其实 11 我先发言 验的四是精髓 是这个意思吗 验的四是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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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可以是个狼 因为我是本来就在想验有没有可能是倒顾嘛 但是 但是验井下跳魔术师力度确实有点大 没把验考虑去 确实 李斯老师说验为什么跳那个跳魔术师确实有点奇怪 我自己没有觉得十很像狼 没有觉得五很像狼 所以排坑排出来 四如果是精髓 狼坑是三七 七八里面开一个嘛 三一个十二一个 然后 KK是狼 我都会得再听一下 然后我得多搜几些信息 再确定一下 好吧 十号玩家我也没保你 我只是 李斯老师最后的跟你对话 好像他把你放下来 我再听听看你发言吧 过了 十号玩家听发言 我听的是一十号人呀 你宝宝我有什么关系 那个有猎人开箱都跟我低头了 四金水 七八开一个 十二是狼 四十金水 好像二只能是狼的吧 不然没有坑了呀 因为 我听的是一十号人 我自己体白是好人 十二是狼 七八开一个 那四十金水 二只能是狼 三五里面还要再开一个 对吧 三五里面还要再开一个 那三头的是谁 我不知道呀 我听三井上发言 不是很像哦 听一听七八 干嘛这样看着我 听一听七八的发言 因为八是单票的七嘛 七头 但七头的时候呀 我觉得二十号 关我什么事 交给我们的五课老师 让他自己去分 反正我底牌是好人 然后 对吧 因为四十金水 好像二就只能是狼 二是狼 七头到二 那七就是魔术 十八就是狼 那八是狼 他们刚刚查一下狼 狼腔查一下小狼 也排不清楚 我反正是个好人 然后我就过 九号人家几发言 那四号是好人呀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没有毒呢 还是什么个情况 还是魔术把这个 这个十二号换死了 十二号还是小狼吗 这不清楚呀 这为什么不毒人呢 然后狼刀去哪里 我也搞得 给他搞懵掉了呀 这什么意思呀 听一下这七八的发言嘛 八号一票七号 是跟他对跳魔术师吗 那二天你读了人 读没读人 你说一下 如果十二是小狼走的话 那我可能就 再考虑一下 应该是狼了十二号吧 狼了十二那 刀可在哪里 空到吗 这也不至于吧 这么秀吗 那谁是狼 首先谁投二号呀 三号投二号 你别摇头呀 你好像是投到二号呀 我没觉得十一很像狼呀 那李斯老师走的时候说是 狼是 二号五号十一号十二号 我听一下可以可以的发言 好吧 哎呀 这牧师好好跳一下吧 牧师 我等下等下 我看这龟了 四号金水 其他的 感谢两个头十 雪梨和CXX 谢谢 然后八号跟七号对调一下吧 我过来 八号你的喜欢 这一轮肯定是出期啊 嗯 就 为什么最后去投票期 因为在我这个位置 如果我不去投票这张七号牌的话 我觉得我怕 万一呢 对吧 他们把我偷刀掉的话 你们外置位置排 看不清 嗯 你就一定是冤家 因为这张七号牌是挂的二 二没有开箱 它只能是 好人 好吧 就不能可能去盘 什么二是狼 然后九还是狼 七还是狼 这种逻辑 我觉得不可能 而且七是单票挂二的 所以二在我的视角 就一定是好人牌 我觉得六是 那个 我觉得你是归错了 但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去带二 就他可能没看到我 你看 然后今天肯定是初七 我是个魔术师 就是我不是个魔术师 情况下 你想啊 你自己的发言都说了 外中文没有一张牌 去打过这张八 我有必要单票挂七 把自己做完焦点位吗 我是好人牌 我觉得五号牌 那就稍微配置绑架一下 好吗 就我这边的话 今天肯定是初七的轮次 然后五号牌的话 我不知道他身份了 然后十号牌 昨天的那个 我换人我不想说 我觉得他们有 七号牌是狼 他有可能能猜到 我去换 所以我觉得 十二号 他们可能去刀十二 以为我会去换十二 我是这么觉得的 然后可能外志卫 就把另外一张好人牌 给换死 一号牌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读 我的换录 我不想报 我不是很想报 我体牌是魔术师 今天是初七 好吗 我都告诉你们 我底牌 如果不是 我是一张狼牌的情况下 后志卫没有一张牌 踩过我 我是没有必要 跟这张七号牌 对跳魔术师的 我没有必要去单票 挂一张七 是因为他穿了我的身份 好吧 然后我 今天初七 还有狼 我觉得是五 十二 七 还有一张大概率 可能会是十 外志卫 我都不觉得像狼 就是三合十一发言 我没有觉得很像狼 我盯着狼坑 是这个样子 好吗 他们这些表情 看了我都懵懵的 我就对话你 我站边你 你是越言家 今天初七 想他的票行 他初二的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二五 八九吧 应该是 我有可能战错队了 不好意思 二龙老天 但是我已经换过自己了 我把我和 另外一张牌换过 因为他最后去归了六 然后我就觉得 我自己有可能 因为二的发言 还是不是很过关 我想狼茶杀狼 我也先投下二 然后今天肯定是 八 因为头五嘛 五肯定是狼 对吧 公共狼 因为他跳魔术师 说五是狼 我跳魔术师 说五是狼 对吧 然后晚上我死了 晚上我死了 你们就知道 谁是魔术师了 是吧 四号 四号是精髓 你停下五的发言 能不能归五 别的 没有什么的 然后我昨天晚上换人 因为女巫应该还有 女巫应该是有毒的吧 要么就是他自刀 要么就是你把他毒了 但是那个毒口去拿人 你自己说一下 你有没有毒嘛 然后你如果你没有毒的话 没有毒的话 只能靠我去追伦次了 所以我不能报验人 你看他们敢不敢杀我 因为八肯定是狼 因为他认为九是渔家 他肯定刚才一定会跟着九头 去投六嘛 对吧 我没有觉得六痴狼 所以九归六的时候 我有可能觉得自己在错 对 而且听二和十二 莫之谓的发言 是因为那个女巫说要毒我 所以我挑的魔术师 这和谁是渔家没有关系 但是我听了十二的发言 我说实话 大家将心比心 真的认不下十二 对吧 这个东西不是我一个人 在这边那个玩 你看你看我们 你看狼都说 他狼头漫发言不好 对吧 就比如说现在十一号玩家 是公共的好人 他也说十二的发言 认不下来 对吧 没问题吧 因为十二的发言 因为锦商 他说七十一顺眼 就很报废 而且再加上那个 荣奥天女士报的二十赢水 所以这视角上面会有偏差 这很正常 但是这一轮我们是可以赢的 我是魔术师 然后八只来投我 那二出去的遗言 肯定是老 对吧 所以就我不知道是啥情况 如果你你没有毒的话 你有毒的话 你说一下 有毒的话我们就出五 没毒我们也出五 对吧 反正五现在是公共狼 三十秒 对吧 等会九肯定会归我 所以九归我的话 大家就去投五 我现在莫之为号票去投五了 这个能懂吗 然后我认为的狼是二五 八九 对吧 因为我现在去归八归九 有可能归不出去 因为场上有可能 大家还都认为九十渊家 没有关系 对吧 我们先投一个公共狼出去 你们能把十和十一认下来吗 如果你们认不下十跟十一和三的话 那当我白说 那我现在场上我一个狼 我也没办法跟你们 大家沟通 我跳魔术师 刚才那个井上确实没有认下 没有认下 是啊 但是我们站边到最后要看投票 对不对 三号 三号你最后投的也是 所以我认为你是好人 发言时间到 过了 投五 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脑子里盘了一万种 可能我总觉得狼不够 是我自己是好人 然后我们今天独立听发言 就我是我是个好人 所以我一定会有视角清晰的点 就在于我觉得八可以打错我 但七不能打错我 所以七八里那个魔术师 我一定会找到 我一定会找八 就是因为我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八号玩家可以打错我 因为八号玩家刚来嘛 但七号玩家不太能 所以七八一场魔术师 我一定找八 然后我跟你们讲 为什么我的视角八会更像魔术师 要重新说吗 就不用 然后我跟你讲 为什么就是再从 抛开我自己个人视角 就公众视角上 为什么我觉得八会更像魔术师 因为首先八号玩家 今天对九的对话是 八很怕九把他漏掉的 八号玩家一直对话九说 我站边你 你应该知道我是真的魔术师吧 这是起义 其二是八号玩家今天说 狼坑里都有五跟十了 所以你觉得 我真觉得八号玩家是个狼 我自己是好人 我觉得八是狼 不太能把我点进来 但我现在有个问题在盘 你看啊 我站边九号玩家 然后四是个金水 然后那个七是个狼 对吧 七号是一个狼 然后六号玩家是一个猎人 十跟十一很难进到 十二号玩家的北坑 然后那个二跟七又不能是两个 我只能找到三七十二 我找不到最后一个狼了 那十跟十一里 谁是被保错的那一张 因为现在基础逻辑是 二跟七一定只能有一张 然后你们独立判断 七跟八谁是那个魔术师 我找的魔术师是八 我把八为什么是魔术师干 然后本来刚才盘了一个 特别鬼畜的逻辑 我说有没有可能七九是两个 但我想了想不能 我想了想七九绝对不能是两个 所以十跟十一里 一定有我们保错的牌 因为狼二跟七不能是两个 七号是一个狼 然后四号是你的金水 然后三号 哪怕三号是一个狼 十二号是一个狼 十跟十一里必须还坐着一个狼 你不然放到下面一点 不要放正面 我其实我投我一件一定会投七 但是我很难找到最后那个狼是谁 然后我今天也攻击了三号 我昨天没有认为三号是狼 但今天坑位出来 我觉得三号玩家必须要进位置 因为我觉得十十一不太能是两个 如果你是好人 十十一就必须是两个 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 就我希望我们好人之间 视角是能护认的 边应该没站错吧 应该没有 三十秒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我自信一点 我过点 四号玩家请发言 十二号不是单死的吗 十二号单死肯定是 我觉得是赤读的 我觉得一号读到十二号呀 所以我想想 十二号肯定没进换口 对吧 十二号没进换口 然后狼刀也只能刀在 十二号头上呀 用二号一言说了 八号指正七号嘛 所以我觉得 十二号是刀口加读口呀 不然不会十二号单死呀 我觉得七号八号魔术师是七号呀 七号狼高作为跳魔术师 让一号就读他 何必呢 不是找读词吗 七号是狼跳魔术师 让牛就读他 那牛就读他怎么办 他晚上死了 八个都不用动 我说实话 八十魔术师都不用动 对吧 因为你看 现在 待会儿一号会报心是吗 一号说他 那个读的是 他待会儿说他读的是十二号 八号是魔术师 七号是狼 八号肯定不会换七号 他只会换自己 因为八号投了七号 因为一号会读七号吗 七号要自证 八号不会换七号 八号换七号 他自己会吃毒 对吧 然后八号降变九号 他只能保九号 他只能九号加外置为一个人换 那没有刀口呀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我投五号 这个很清楚 这个能理解 就八号是魔术师 他昨天挂票了七号 对吧 七号让你读他 二号 六号翻牌为猎人带走二号 你是牛 大概率有可能读七号 八号是不会换七号的 八号不会换七号的情况下 他站边九号 他要么就是保自己 加外置为一张X的身份排环 要么就是保预言家 就他心目中预言家九号 他也不可能换到十二号 所以十二号 刀口就十二号 十二号应该是同刀同则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会投五号呀 然后三号昨天投我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你站边九号 我也是精选 你现在等于是投了个一次精选 因为我原来觉得六号不是网 我发现觉得是六号不是网 所以九号归票六号 我没投六号呀 七号是狼也没必要投二号 直接一起投六号不就完了吗 反正身份都明了 八号是魔术师 就这样吧 我投五号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你投五为什么不投九啊 你觉得十二 因为现在盘下来两个魔术师 都没有说换过十二 十二就是同刀同毒的 因为女巫不可能不开读吧 不开读也 就跳了 你肯定开读 不然带读走嘛 你为什么不投九呢 你觉得十二是同刀同毒 十二在外之外 又没有其他的业人信息 也没有金刚狼 或者怎么样 自刀 所以你为什么不投九 你的视角力 因为他给你发金水 所以你不投他 我昨天是投的四号 所以大家都记错我挑衅 我是投的四 四是挂的三 我们两个是互投的 你们外之位都是这样投 可是四号 北影正不于老师 我分不清预言家 我分不清很正常 你怎么会分不清呢 你挂我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保我的 你二不投 九不投 十二不投 你投我 我觉得如果四是狼 九就是狼 魔术师我是觉得 不是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八更像吧 他单票挂七干嘛呢 因为八景下 没有一个人攻击到他 他挂完七之后 那个表情 就感觉 我自己为什么没有跳 很愧疚 然后六号玩家 因为六如果是狼的话 他肯定会 注意看票行 在七八里一定会去带 所以我认为六是真猎人 六是真猎人情况下 我觉得八更像魔术师 我感觉上是这样 因为九要四的发现太奇怪了 你觉得十二是同刀同毒的 他场上没有金刚狼 那肯定九是狼呀 九是狼你为什么要投五呢 反正听一下女巫的吧 因为你是单编嘛 你可以订票 你肯定在七八里动嘛 应该在七八里动吧 我自己还是好人 狼坑其实比较难盘 因为要知道二是什么身份走的 如果二是狼 都有可能 二是好人才能佐证 十二一定是狼 九已经是预演家 因为你昨天投的二嘛 我看你挂票是二 五也投二 七也投二 然后外之位的是 好像十二十一都是投的二的 好像是这样 反正我投的四 不过了 一号人家请发言 二听独立发言肯定是狼嘛 所以就肯定是投二的 那今天就下午嘛 两个魔术师都下你 肯定下你啊 十二吃刀的 我没毒 我没撒毒 然后 那个 你们觉得七是狼 那九一定是大狼 因为七只能是那个小狼 因为他要让我赌他的 所以他只能是魔术师或者小狼 那八号玩家 你说你去外之位换的 那你肯定没有换自己嘛 如果你是魔术师 那我今天晚上就定读你 你自己去换 如果你是魔术师 你就跟隔壁的七号换 我反正定读你 包读你好吧 今天出就出一下五号玩家 主要是十一的发言没听到 我觉得七八里面 七个人像那个魔术师 我觉得八不像 九号 要不要出一下九号 让九号开个枪 也行 我想一下 反正十二是吃刀的 手要是怎么刀的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开读 今天就下午吧 就下午 今天定票下午 过了 所有玩家的发言结束 请代亏 做好投票准备 不要提前试票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五号 来三二一 请出票 一号 三号 四号 七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投票给五号 一二三四五六 七点五票 五号投票给七号 八号投票给七号 五号玩家高票出局 请发表一案 可能是2479吧 可能是2479 就只能站错边了 你是个牛 哎哟 算了 无所谓 我没开枪 所有票打在我头上 我不能是狼吧 这是基础逻辑吧 我不能是狼吧 可能是2479吧 我真不确定了 因为我 我所有 昨天所有逻辑 全部在盘 那个12必须是个狼走的 然后你跟我说 你没开读的那一瞬间 编肯定是站错了 然后九号玩家是狼 然后 我觉得八跟七跟八里 那个魔术师 我一定找八 看不懂 因为是这样的 我很乱的点在于 我很难把二跟七盘成是两个 太难了 太难盘成是两个 我出去看看是谁 我真的打得有点懵了 太晚了 很困了 五号玩家一言发表结束 是否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五号玩家请灭灯 去卖离场 来天黑请闭眼 稍等 连一下音效 莫术师请征业 魔术师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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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人藏睁业 听选择地下的目标 魔术师确认情境 狼人藏睁眼 听选择地下的目标 i keep it everything 我現在 你只會想哭 現在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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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算是你 你不算是你 我現在 我現在 我需要你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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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狼人请睁眼 反过说的号码为狼人请确认 狼人确认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今夜该好玩家被鸡上 使用解药材 使用读要写之后 女巫确认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请确认你记得状态 猎人确认请闭眼 狼人家请睁眼 狼人家请指 这个是好人 这个是狼人 他的身份是 狼人家确认请闭眼 所有玩家设理表情 三二一天亮 昨夜双死死亡不分先后 一号七号玩家倒牌 没有遗言 是否发生技能 五四三二一 一号七号玩家请 你也能取卖了一场 警长提出的警左或警右 八号或十号 发言 八号玩家请发言 女巫带毒威胁了 我只能去换七八了 我头一天换的是九跟十 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头一天的换人 是换九跟十 因为我认 我认六号牌 是让猎人牌出局的 那我觉得狼 我昨天的发言 我都说了 我不知道十二是吃刀的 还是吃毒的 他也有可能同刀同毒 为什么会去刀到十二 那他们狼人有 有那个狼术师 他也会在猜 我会去怎么换呀 不是吗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吗 所以我去换 我去换了这个 哦 sorry sorry 不好意思 那出酒 我以为是狼术师 跟魔术师的班子 好吗 我自己是张魔术师牌 然后我去守护了 这张九号牌 所以我九十换的 那昨天女巫牌 都在那个位置 她对换我 一张魔术师牌 她说你自己去保护你自己 我肯定换自己 我一定跟这张七换 她定毒我 我肯定去换 所以这张七号牌 被我换死了 他们去刀的一 好吗 九 七九 二是狼 天哪 七号牌去单票挂二的 她不怕二号牌 被冲出去吗 因为在我的视角 我已知七是张狼人牌 她最后出局的那一天 她是挂 单票挂的二号牌 七九 二 还有张狼 我不觉得五号牌 昨天发言是狼 好吗 我都告诉你们了 我底牌是魔术师 我没死就已经证明自己了 张一号牌 带毒威胁 我不可能不去换她 好吗 她带毒威胁我一张魔术师牌 呃 她说的理由是什么 七号牌昨天发言是说 她站错边了 你们信七能站错边 就她井上井下 都要站边长久 昨天发言她说我站错边了 就她这个发言 你们怎么扔下她了 我不知道 好吧 总归我底牌是魔术师牌 我觉得四三四的不太像狼吧 因为你们单票 就你们单票三四户头 我就觉得你们的票行骗不了人 所以我会 没有没有把你三牌进去 且井上我第一圈发言 我就觉得井上 二号牌的发言 在我的视角 它的表水是不过关的 我井上 我已经赘述过了 好吗 那大概率七 不好意思啊 实在不好意思 我搞成那个狼术师 跟魔术师的板子了 所以我以为狼人牌 也有一个换位 所以我不想抱我的换人 是这个样子 好吧 其他没有了 过了 四号人家请发言 那 那如果十二号是 欲言家的话 二号 二号一个茶沙 七号狼死掉了 七号归到五号 五号好人 六号 是猎人 把一号灯关一下 一号女巫死掉了 对吧 那个法国帽 把一号灯关一下 一号死了 对吧 两个狼在场 你换过自己 自爆砍你不已经赢了吗 两个狼在场 自爆砍你 因为你必须换过自己 一七双子 等于是他读了你 你换了七号 所以你换不了自己 狼砍你直接赢呀 所以 所以只能 还是九十冤家呀 九十狼狼已经赢了呀 两个狼自爆砍 砍你不就赢了吗 对吧 然后如果 现在就九十规则上 冤家嘛 九十冤家狼已经赢了 然后九十冤家 八号是 九十冤家八号是 魔术师 我自己是精髓 十二号是个 十二号是个自刀狼 十二号是个自刀狼 然后七号是个 跳魔术师的狼 五号猎人带走 二号 五号是好人走的 然后七号就是 狼跳魔术师 六号是猎人 场上如果是 因为我觉得十跟十一 不能是两个狼嘛 三号公共狼 还是投三号呀 九号有燕人的呀 因为你换的是 因为九号的燕人 一定是干净的呀 九号的燕人 一定是干净的 对吧 就你有叉叉就投叉叉 就有精髓就投三号呗 因为你们两个狼在场 砍八号直接赢了呀 所以还是九十冤家呀 九十郎不赢了吗 九十郎自爆砍八号 八号又不能换自己了 你们不自爆 我只能认为九十游演家呀 这是这样吧 就是尤其进行下去 就还在进行 狼没拍到 我只能认九号游演家呀 嗯 你就这样呗 那就投三号吧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从规则上九 只能是预演家 因为两个狼 他只 发言暂停 九号玩家选择自爆 你是狼 狼人选择拍刀 八号玩家游戏结束 狼人争议屠神获胜 呃 七九十 二七九十 二是自刀 自刀被查查的了 好 给各位大目老师来复一下盘 本局游戏狼王魔术师 预言家十二号 女巫一号 猎人六号 魔术师八号 狼王九号 狼人二号 七号 十号 平民三号 四号 五号 十一号 首页 魔术师空过 狼人击杀 二号玩家狼人 二号狼人选择自刀 女巫开要解救 预言家查验 二号玩家底牌为狼人 白天锦上竞选环节 九号玩家狼王获得锦辉 白天放出头发 环节六号玩家猎人被攻投出局 六号玩家发动技能带走 二号玩家狼人 入夜 狼人击杀十二号玩家 预言家 魔术师更换了九号和十号 狼人狼王和狼人 预言家查验十号玩家 实际查验的是九号玩家为狼人 白天五号玩家平民被抗对处局 入夜 魔术师更换了七号和八号 女巫毒杀了八号 实际毒杀了七号 狼人击杀了一号玩家 女巫 白天一号 七号双死 然后白天狼人 最后狼人选择拍刀 最后一神 八号玩家 魔术师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图神获胜 我们请七号玩家 跟大家聊聊天 付付盘吧 等会 我来说一下 然后 然后我觉得 有一些大幕说什么 哄着老板玩的 我真觉得 真的有点 有点无聊啊 这个东西 如果你觉得厂商的人是哄着老板玩 你真的是可以有一点恶臭了 因为5Q其实很多人 大家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他 包括12号 3号 对吧 12号 3号 4号也是第一天见 然后 如果你们一定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 然后你们 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我们就去赛后 赛后去自己 那个 每个主播的直播间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好吧 然后就这样 不用疯 不用疯 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好吧 就弹幕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后 其实我们也应该说得很清楚 我们第四吧 只是一个 娱乐局 而且 而且5Q也不能算是一个 纯粹的路人 而且因为 那个时候 我们老板赛 老板赛的时候 其实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 要带这种节奏 我真的是没有搞明白 而且都是一些没有牌子的人 然后你们 你们是 就我 最后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厂商的发言 其实大家都能看出 没有必要去哄着厂商 任何一名玩家玩 他们连我都不哄 没必要去哄着5Q玩 好吧 然后 至于为什么站错队 你们自己去 那个 每个主播的自己的直播间 都拥有自己的直播间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他们为什么站错队 好吧 然后就这样 我们做一下总结 好 就结束了 好 导播 我们马上赛后 那个 他们还有几个人呢 你第二天换过自己了 是吧 导播叫他们剩下几个 你赶紧回来 我们马上做一下赛后 第二 好好 我们从12号先开始吧 我们做一下赛后 那个叫10号 管理主要在风这个人 别让他们赛了 王哥说不要再封弹幕了 各位弹幕老师 感谢各位弹幕老师 收看今天的互上小时赛 我们今天四局比赛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弹幕老师收看 本节目是由狼人杀经典APP 冠名赞助播出 狼人杀经典版 经典狼人杀回归 开启上谎言与推理的对抗 花式板子快速配对 时时语音和天南地北玩家 狂飙演技 轻松交友浪漫互动 和明星大玩一起玩 同时感谢各位弹幕老师 关注我们的京城大师赛 护上小时赛 以及护上宝宝赛 京城大师赛的播出时间 是在每周二至周五的 晚上7点30分 在JY代式的直播间 护上小时赛的直播时间 是在每周六周日 周一的晚上7点30分 在护上小时赛的直播间 护上宝宝赛的播出时间 是在每周三至周五的下午 两点整 在护上小时赛的直播间 各位弹幕老师 喜欢我们厂上12位嘉宾 可以在我们的观博 京城大师赛 找到护上小麦铺扫码为厂商嘉宾 进行投食鼓励 投食第一名的玩家 可以跟我们的王哥 一起去到北京 参加京城大师赛 所以各位弹幕老师 想看自己喜欢的嘉宾 去北京参加京城大师赛的 可以多多给他们投食鼓励 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马上做一下赛后 明天同一时间7点30分 我们依然会在护上小时赛直播间 为各位带来护上小时赛 那我们先请12号玩家 跟大家做一下赛后 有请12号玩家 大家好 我先感谢一下 那个吕广炎投食的辣子鸡 智幸投食的伯亚剧宣 和杨玲玲投食的女巫的解药 然后 我的抖音在下面 叫帅气小国户上小的赛 我觉得今天打的还挺开心的 每一把体验都很足 第二盘发挥的有点差 稍微 然后第三盘是 汗跳发到了预言家身上 然后第四盘是这样的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井上 确实是觉得 比如说我们打最基础的1.0 7号高质占边9号 然后11号 也占边了9号 对吧 所以我就7号11号顺应 我能听懂大家打我的逻辑 比如说11号跟7号不能是两个狼 所以7号11号同时经验 可能有点夸张什么的 然后我井上不是说摆烂 我是说我可以接受大家站错边 但是 你们要记得我可能是一个预言家 然后井下的话 我打的狼坑是2号5号9号10号 因为当时7号是单边那么舒适 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然后其他就没了 好吧 然后大家可以赛后来我的直播间复盘一下 抖音在下面 帅气小国护上小时赛 好谢谢各位 有请11号玩家 因为5一最后一天 大家也不要 太不开心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快乐的5一结束 然后今天其实厂商嘉宾肯定都是很尊重游戏比赛的 尊重底牌的 我确实 井上可以开玩笑 但井下 是确实是觉得十二发言有点问题 是拿逻辑打他的 并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样 所以 大家是理智 理智一些 好吧 然后可以关注下我的抖音 然后如果真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赛后我们在直播间复盘一下 为什么站错边 好吧 站错边肯定是自己赛 肯定不是 是不尊重底牌 好过来 10号玩家请发言 哦 那个我的那个抖音叫王语初 然后括号 护上小时赛 然后 玩得很开心 然后但是第二把反正没发挥好嘛 希望下次再努一点好吧 然后最后上个大季很开心好吧 然后就这样 那个 那个我就过了 还有请9号玩家 我的抖音叫做王宝宝 三个感叹号好吧 这是赛后要喷我的 直接去王宝宝直播间好吧 要给我送礼物的也可以去王宝宝直播间 到时候会 给我转的好吧 其他的 玩吧 这都说了第四局是娱乐局 这也没必要是吧 那我就过了好吧 有请8号玩家 大家好啊 就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抖音 要喷 要怎么样的 一会儿赛后直播间 我本来今天没打人开播的 因为第二局心态有点爆炸 就拿了张女巫被王老师洗头了 洗的哪哪都是 然后点了六十郎 六还打一手电飞 真的 我自己就觉得自己很菜好吗 但是第四局游戏呢 纯属娱乐局好吗 我们也没有说 在场的玩家都是很尊重这个游戏的 确实也没盘清 因为二景上发现实在太像狼了 希望大家还是 不要对我们这种发言有什么 那个 傻了 是不是被王老师心态搞到了 不过没所谓 我觉得我会成长的 好吗 再接再厉 就是这个八号位呢 是实在是做不了 做不了一点 压力很大 好吗 其他没有了 想要喷我的也可以去一号玩家的直播间 就我们卧龙凤猪组合 就七龙猪 然后今天确实表现 最后一句还跟我们俩 一人搞了个女巫 一人搞了个 搞了个魔术 哎呦我真的 头都裂开了 好吗 再接再厉 好吗 谢谢大家 过了 有请七号玩家 我过了 没啥好说的 你们后面说一下 有请六号玩家 哎呦七过了 我有点难发言 我是那个站错编的那个 站错编 你们弹幕现在有点 不允许我站错编 当然我现在不应该嬉皮笑脸的 那个我觉得我 如果最会把我是预言家 可能会好一点 十号玩家毕竟出来乍到 可能可能面对这样的情况 有点有点发不上力 对吧 我会觉得你心态上面 有点有点不像 我说你怎么就就那个了 所以我是真的站错编 那我单听二十个狼 所以就把二打了 然后还打错了五 别别的也就没有了 是真的站错编了 好吧 有机会的话 把这一盘复盘一下 这一盘充满了人性 跟逻辑的双重 双重双重复盘点 好吧 我真站错编了 那个抱歉抱歉 好吧 过了 有请五号玩家 我最后一把确实站错了 然后跟戴木朗道个歉 然后如果我有言行 不太得到的地方 也跟大家道个歉 不好意思 我以后注意自己发言内容 然后让自己内容 阳光积极健康一点 今天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然后最后一把影响 大家感官了 不好意思 有请四号玩家 我对吧 我是确实站错了 因为那个 我当时后面 最后一天我想一想 两个浪在场已经赢了嘛 所以我看浪没自暴 我在想那个 有没有可能 九号是预言家 确实是站错了 肯定是自己问题嘛 其他我评计也不是 喜欢复盘 然后 谢谢给我投十的 那个朋友们 下集没什么了 拜拜 有请三号玩家 那个最后一把 比较可惜是 我没有投二 因为锦上天二十郎 然后最后就投了个四 然后塞投我 真的我们背影 内讧了 然后我 其实 我 第一次汗跳就给到这儿 因为我从来没有汗跳过 所以第一把拿个狼 我就想说 给四号玩家发一个身份 想让他站对边嘛 因为我知道他是好人 然后没想到 第一次汗跳发言这么差 没有一个人站边 我除了 原来的那个二号玩家 我下次还都练练 因为平时拿预言家 可能直接被双爆了 所以 以后再加油 然后其他的没有了 然后抖音的话 应该在 抖音的话 应该在下面吧 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比较喜欢玩的 其实是平民 因为今天 都是没有编的 不是 假编那个版是第一次玩 所以我赛前了解了一下 可能还没有很会吧 所以还是有些失误 以后可以再多练练 下面过了 有请二号玩家 大家好 我是SY 然后 其实最后一把发现差 是因为脑子当中 一直在想 前一把的事情 就真的一直在脑子里 在过前一把的事情 过了很多东西 然后自己心态不太好 甲编这板子确实 确实有点难 可能我不应该说 我不应该说难 但是确实对于厂商的人来说 玩的都比较少 自己思考了很多东西 考虑了各种情况 但是越考虑就越复杂 然后也没觉得 我出两个狼 有什么特别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毕竟 到第二天 第二天那个司法出来以后 站错边嘛 好吧 然后今天的复盘的事情 就先是这样吧 然后交给一号玩家吧 就这样过了 有请一号玩家 那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希望大家就是 我们火压一压 就做个深呼吸 就也理解嘛 我站错边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就烦请各位来我直播间 听我狡辩一下 可以吗 就听我狡辩一下 让我自己喷自己嘛 你们有时候喷不出来 我自己喷自己 小事情对不对 就大家都轻松一点 我觉得大家看这个节目 也不是为了血压高的 也是为了娱乐的嘛 看看我们啊 谁又站错边了 谁又保错好人 保错狼了 对吗 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互上小时赛 然后高兴的话也来喷喷我 其他没什么了 过了 好 感谢我们12位嘉宾 这就是今天我们互上小时赛 全部的四局内容 我们狼人杀这个游戏呢 站错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各位弹幕老师 不需要消消气 不需要发这么 不需要刷这么多 不开心的东西 各位弹幕老师 五一假期过得开心 也希望 假期放完之后 每天都过得开心 也希望大家以后 看我们互上小时赛的时候 可以看得开心 我们明天7点30分 还是会有我们的互上小时赛 感谢各位弹幕老师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这么晚了 大家晚安 拜拜